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掀开金本 第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 第五行 八十二年第五行 从中间看起 一念生 念念相应 念念生 妙因妙果 不利一心 如秤念头 低昂时等 何似苏婆抱尽 方欲真识 直经幸运 持明 年卧花光荣 金台迎现 便非苏婆 戒内人意 那么这个第二个答复呢 这答复得更好 但是 我们一定要想到 这个 法院的人 必须要居足 三个条件 就是幸运行的三字两 幸要真 要生性 愿要恳其 巴不得马上就去 要有这样的愿 确确确实实 看破这个世间 能将世间一切都放下 不再挂在心上 这个放最重要的 是心理的方向 而不是外面思想 这个思想放下了 心理牵挂 没有用处 必须心里面彻底放下 思想都不碍事 所谓是 四思无碍 这个思为什么成障碍呢 是因为你心里头有牵挂 这才有障碍 心里没有牵挂 思没有障碍 这个我们在华言里面 看得非常清楚 你看这个 山才五十三残 五十三位善知识 都是心底清净 毫无挂碍的人 但是在世上表现的呢 过行过瘟 男女楼上 可见得他不妨碍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心要清净 心尽土才尽 才能感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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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居足信愿心 这就相应 我们念这句佛号当中 这一句佛号没有身性切愿 那就不相应 所以说有口无心 这个不相应 与这个三之两相应 就是心愿行相应 必定与戒定会相应 必定与戒正经相应 这是三宝 所以他跟三宝 三学 三自两 通通相应 那么这样呢 这一念就一念生了 这一念生我们并没有生去 诸位要知道 我们生没去 西方极乐世界 切包廉池当中 那花就生起来了 莲花就生起来 这就一念生了 那个地方莲花生起来了 莲花上面 标你自己的名字在上面 这决定不错啊 将来往生 阿弥陀佛就拿这一朵莲花来接你 所以莲花不是阿弥陀佛自己在的 是你自己感应变现出来的 所以阿弥陀佛拿这个莲花来 这个莲花光色大小 都不是佛决定的 都是你自己修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念念相应呢 念念生 念念相应呢 这个切包池里面的莲花 就越来越大 这个真的是念念生了 越来越大 光色越来越好 所以这个宝池里面 宝莲的大小 真的不一样 妙因妙果 不理也行 这个因妙 我们这个地方念 西方极乐世界 切包池里面就长莲花 这个妙啊 将来我们往生的时候 就生在这个莲花之中 莲花脱身了 这是果 因妙果也妙啊 都在一心趁年 这个心愿 这个心愿痴明啊 是夜心趁年 那么这是讲的 因果同食 不可思议 底下这两句是比喻 欧威大使举个比喻 比如秤 这个秤呢 中国从前的秤 给现在人都不用了 这个秤的时候 现在用天平 跟我们秤差不多 两面一定要平 第一个平等 这秤就准了 精良就复合了 这个比喻什么呢 比如因跟果 唯独这个法门 因果同食 不像其他法门的修学 是先因后果 所以这个禁宗表法 用莲花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想的 莲花孤独 那个世界莲花特别多 莲是因果同食 跟其他的花不一样 其他植物 先开花后结果 莲呢 花跟果同食 那果是莲子 在莲蓬里面 借的莲子 花果同食 表我们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呢 是因果同食 所以何事苏婆报应 何事就是何必要等待呢 我们苏婆世界 这个叶报之身呢 静了 这样才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方域真持 真持就是切报持 这个意思是不需要等待呀 现在真的就生了 执敬幸运 执民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是尽宗修学的总纲领 要心愿吃 莲乌光荣 这就莲花了 光 光是光彩 荣是茂山 金台映现了 莲花当中有金台 那是拓森之处 所以这个就不是娑婆接力的人吗 虽然还没去 没去 他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 已经住了车了 已经有名字 现在虽然没去 他确确实实不是说破世界的人 他是极乐世界的人 这个解释 今生解释的好啊 在这个原因法四的讲义里面 他老人家赢了两个人 一个是元朝时候 宋朝时候 元幼八年的时候 可久大死 那么这位法师呢 常常念法华金 虽然念法华金 他求生净土 这不足以为怪 我们在我们在无量寿经 三倍往生第四段里面 所看到的 凡是修学一切大乘佛法 回向求生净土临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一样接应 通通读得身 可见这个法门呢 真的是非常广大 那么他呢 这个功夫真的成就了 他是坐着往生的 坐着走的 确确确实实 是死了三天了 他坐在那边 还没有入恋呢 他打坐走的 气真的没有了 三天了 三天之后 他又活过来了 他往人家回来了 告诉别人 他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呢 他是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 这个就证明 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么最近这些年来 大概也不少年了 听说 有一个小册子流通的很广 说有个法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 情形写得很清楚很多 我们跟经上一对照呢 不一样 那这个就靠住 假如是真谛的话 那应当跟经上讲的完全相似 那么他说呢 我们这个世间 修净土的人 他这是亲眼看到的 莲花上通通标示的名字 确实莲花上有自己的名字 他说这个功夫人的好的 那就是上平往生的 上平 金台 莲花里面那个 就是那像莲蓬一样 那个台 金色 这个是上平生的 他说有成都广教院的老和尚 他看到那个名字 那这个老和尚还没往生啊 但是他在七宝池里 看到他的莲花 上面标的他的名字 是金台 可见的 这功夫 好啊 那么他说另外还有 明州孙氏二郎 以及他自己本人 这个都是金台 他是标银台的 赐一顿 我们在金钟历史里面看到 从前怀孕发誓 往生的时候 阿弥陀佛来接引他 拿的这个莲花是银台 怀孕禅师一看 心里很难过 我这样的功夫 往生的时候 才得银台 为什么金台我拿不到 他这个念头一动呢 阿弥陀佛就走了 就不见了 于是乎就拼命再用功夫 日夜不断地念佛 念了七天七夜 阿弥陀佛来了 果然拿的是金台 是不是啊 他就跟他去了 那么不使阿弥陀佛换一个金台来接引他 是他的功夫达到了 功夫达到了 所以这才是真点 咱们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假的 一样都带不走 只是找麻烦的 决定没有好处 所以叫你万元放下 一心念佛 我们要争取的 想怀孕禅师就很了不起 他是力增金台 果然被他增大了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事实 那么说银台呢 他是由明州徐道过 他是把这个看的情形 跟大家说了完之后 这个眼睛一闭眼就走了 这一次走的时候 没有再回来了 没再回来了 那么以后 这个孙十二郎 往生的时候 因为他日前说过了 往生的时候 他这是精台的来引领 那么他的瑞相呢 是天热明空 这个大家的时候 听到这个有天热 来迎接他 那么徐道过 这个就是迎台往生 也感应到异相满事 走的时候 他的房间里头有香气 好几天都不散 所以有这些瑞相 所以有这些瑞相 那么这是可以印证的这一段的注册 确确实实有这一桩事情 那么另外的 那么另外的他又迎一端将越过夫人 这一桩都不散了 他就会让他家里面的丫鬟 通通专修进度 通通念佛 以后呢 就有一个丫鬟 这个丫鬟呢 往生了 这一天晚上 这是在梦中 晚上呢 这个丫鬟呢 托梦给他 向他道歇 他告诉他 他生到净土了 往生净土了 非常感谢夫人 平日教导他们念佛 他这个才能够得生西方 那么夫人呢 就问他 他说西方真的到达了吗 他说真的 他说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呢 这梦中的境界 他说可以 他就带着 这个夫人一到 看到这个七宝池 看到宝池里面的莲花 大小不等 不但大小不等 枯容也不一样 于是乎 他就问他这个丫鬟 他说这什么回事 这丫鬟就告诉他 世间 修西方净土的人 这个念一法 这是真心 想生西方 宝池里面呢 就有一朵莲花 如果他非常精进 他这个莲花 就越来越大 光色就越来越好 如果他懈怒 这个花呢 慢慢就枯了 枯萎了 如果他退了心了 或者是改修别的法门了 这个花就枯死了 就没有了 所以在这个宝池里头 看西方世界其他东西 都是没有生灭法 真是永远常住的 唯独去保持的莲花了 是有生有灭 有苦有荣 原因那是社方世界 念佛人所感的 那个与阿弥陀佛不相干 所以唯一可以看到 枯萎生灭的 就是保持里面的莲花 那么妇人就曾经看到 有一个像是做官的人 穿的这个朝服 那个莲花了 非常之好 他就问他 那是什么人 那是杨洁 杨洁很美瓦生 很美瓦生 真的一念相应 一念生 念念相应 念念生 因为真的生到西方世界 他的相貌 我们无量寿经常 讲得很好 跟阿弥陀佛一样 没有生 没有生 那个影子已经在那个里面 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说 不但是有你的名字 你的形状 好像照片一样 也都在那个地方 这非常奇妙 不可思议 那么以后又问 又看到一个 这个亚伙给他说 那是马鱼 名字都很清楚 那个妇人就问了 她说我将来生在什么地方 那亚伙指着一个很大的莲花 今天你看到没有 那就是你的名字 已经在其中了 所以这个呢 是上辈往生的 他确确实实已经成就 念佛三美 有这样不思议的感言 那么这是证明 欧耶大使这一段文里面 所叙述的 是确确实实的事实 那么同样一个道理 我们今天如果是真心念佛 恳切求财 我们虽然没有见到切包尺 没有见到这些莲花 想必也跟经上所说的一样 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 至于感应不要求 为什么呢 求感应就要打仙差了 我们要求的是 业心不乱了 求感应就把业心扰乱了 所以只要老实念下去 不求神通 不求感应 到时候水道聚成 我们自己很明白 莲花一天一天长大 光死一天一天心灭 这个实实在在讲 是可以能够 浙察得到的 好像能够体会得到 这几云几顿 难死难易难死 唯有大致方能地形 这个劝愿流通的总结 也记得非常好 一句佛号 这句佛号能念的心 能念的心性 不可思议 诸位总要记住 能念的心性是真心是本性 所以才不可思议 如果我们能念的心 如果我们能念的心是个旺心 力量效果就没有这么大了 要用真心 不能用旺心 还要记住 我念佛用真心 除是待人见 我也用真心 不可以说 我对佛是真心 我对人呢 我就不是真心 你每天还用二心 你不是用一心 这个重要 念念的 一定求生尽度 在这个世纪 住的时间长短 根本就不理会 随缘就好 也不必急着 哎呀我赶快要走了 也不必要是我一定要在这个时间 获得个八十岁 九十岁 一百岁才往生 没有这个必要 这些妄念统统打掉 一切是自然的成就 这就好 但是 这个愿当中呢 是念念求生 念念的 所以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圆满居足了 三舍三慧三自量 换一句话说 也圆满居足 无量无边的心门 这个欧耶大师 在念佛开示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啊 一心支持 就能够 语言超 顿超 这我们前面都过了 所以这个法门 极语言极顿 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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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教的大经 有华音 有法华 但是 他还说不上极 极语言极顿 唯有这一步 唯有这一个法门 禅算是顿 跟本经相比 那就 超太远 禅宗不能七天成就 这个经 若一日当若七日 就成就 没有比这个 更快的了 这个顿就是顿超 快速 没有比这个更快的 密宗里面 讲的 极身成佛 英光大师 说得好啊 他那个极身成佛了 不过是 不过是 辽生死 出三戒而已 那么辽生死 出三戒 其实 是什么样的功夫呢 我罗汉 辟致佛就行了 所以 他是辽生死 出三戒 叫做成佛 并不是成 究竟圆满的佛 这个要知道 这个天台佳佳 藏通别云 四中佛了 他那个成佛是藏教的佛了 跟别云相差太远太远 那么这些我们都必须要了解 然后 你才会死心塌地 支持明昂 这一切宗教法门 在你面前 你不会动摇 你那个信心 才叫坚固 才叫深信 往生进度这个愿 绝不会改变 这叫愿远就恳气了 唯有大志 所以这个的确是 不靠思义的法门 的确是 难信之法 什么人相信呢 唯有大志 方能地信 地是讲真实 他真信 他智慧的人 那么我们看看 有一些人 听到这个法门 他也真信 好像他没有什么智慧 也没有念过书 甚至于还不识字 可是人家念几年佛了 居然能够坐着往生 站着往生 欲知识知 这算什么呢 这种人就是大志之人 佛法里面讲的志 跟我们世间人讲的智慧 不一样 我们世间人所觉察的智慧 佛法里面叫 世之变聪 那个不是真智慧 真智慧是什么呢 是对如来第一发门 但一点疑惧都没有 这是大志 中国古人常说 为大志 为大志与下语不一 殊不知 下语就是大志 这是值得我们生死的 我们今天信心不足 愿不肯歇 我们没有大志 虽然没有 可以培养 为什么呢 毕竟我们对这个发门 神能生起欢喜心 也能发愿 证明我们在过去圣州 对这个发门确实有愿 而且这个愿很深 现在虽然差一点 我们努力一点 可以能够把它弥补起来 靠现前的努力 这个信心不能够生起 多读八成精力 可以帮助你 增长信心 多读往生的传记 可以激发你求生的愿望 你看那些人都去了 这个能把我们 善根福德还差一点点 就可以不足了 使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必定圆满成就 请看底下经文 这是末后的一段 劝行流通 所以流通分里头 也是信愿行 这三个大段落 实力佛如果经济 称赞祝福不可思议功德 前面所说的都是称赞祝福 这个祝福就是阿弥陀佛 比读佛等 亦称赞祝福不可思议功德 这个比读佛等 是阿弥陀佛 以及社方无量无边诸佛 都赞叹 释迦摩尼佛 赞叹什么呢 二族事业 这很不容易 很难稀有的事情啊 他做到了 能与苏婆各度 无诸卧视 借着见着烦恼着众生着命着着 得阿弥陀佛三妙三菩提 为助众生 说是一切世界 难兴致法 圣加佛出世的时候 我们这个世界 人类的寿命 平均是一百岁 佛讲呢 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是减结 减结就 每过一百年 这个平均年龄减一岁 释迦牟尼佛 去我们现在是三千年了 所以现在人平均寿命是七十岁 一百年减一岁 三千年已经减了三十岁 现在平均年龄是七十岁 那么这个是进入到无助卧室 这个世界不好了 能在这个世界里面修行正果臣佛 用什么方法臣佛的呢 欧耶大肆说 本思释迦牟尼佛就是念阿弥陀佛称佛的 这句话出在什么地方 就是这一段结文 释迦牟尼佛称佛 德国勒多罗三的三菩提就是臣佛 这一颗法门 性愿员持勿 不但使胜忍了 凡夫 甚至于 恶道凡夫 地狱凡夫 一身成佛的法门 释迦也用这个法门 视线一身成佛 然后把一身成佛的法门又传授给我们 这就是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界难兴之法了 是把一身成佛的法门传授给我们 我们看下面的诸节 诸得很详细 诸佛功德智慧 虽皆平等 而诗话则又难以 这是从总体上来说 一切诸佛如来 可以说是同一个心愿 那就是普度众生 普度众生这一句话 用现代话来说呢 就是普遍帮助一切众生圆满成佛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不能叫一切众生圆满成佛 这个众生这个众生没有得度 所以祝福虽然同一个愿望 功德智慧能力都相等 没有差别是随皆平等 但是诗话是学诗 学诗教话 学诗教话真的有难意不一样 那么这个难意不是从佛那边说的 是从佛教话对象来说的 对象如果根性利的那就容易了 根性顿的业障深重的那就难了 所以难意不是从佛那里来的 是佛教话众生对象呢 也难以不同 那么那些很难成就的 要如何去帮助他 这真的是个大问题了 如果不想方法帮助这些业障深重 根性极顿的人 那么换一句话说 他们成佛可以说没有指望 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化新净土 就是为这些人而生 容易得度的 容易教话的 诸佛如来 千经万论的度那些人 没有办法得度的 这就算是业障深重的 这些众生 统统劝导他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有一些人就误会了 西方极乐世界是度那些无知识的老太婆啊 哪里比得上大成法文呢 比不上啊 这是他们看错了 舒子佛设这个法文呢 没有想到这个法文 超越了大成 超越了一成 不知道它是直接成佛的法文 所以这些业障深重的人 根性极顿的人 他一接受呢 那马上就成佛了 不接受呢 那慢慢来吧 还得轮回 时间 那还久远得很了 他为什么能信 为什么能愿呢 这个问题 我们很多年都参不透啊 都搞不清楚啊 这度了无量寿金 这在恍然大火 原来能信的人 是过去身中 生生世世 累积的善根福德 成佛了 他才能信 这真的不偶然啊 不能够接受的人 不能够接受的人 是过去身中 没有这样深厚的善根 这才把这个问题解答 所以底下呢 再讲这个环境难易了 我们确实是要选择环境 净土成菩提意 成菩提就是成佛 成西方世界成佛容易啊 诸实难 这个诸实不讲他方世界了 但讲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成佛哪哪 为净土众生说法一言 在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个往生的人 都得阿弥陀佛 佛福光的普照 又得阿弥陀佛本愿 و神的加持 所以人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忽然聪明了 智慧就开了 佛一说马上就开悟了 不像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祝佛菩萨来为我们讲经说法 我们也很难看 为做事众生说见法有义 说顿法难 难道古德跟我们说这两个世界成佛说法呢 把它归纳起来至少有十种不相同 第一个净土你常常见佛 你不离开阿弥陀佛了 总然我们讲代言往生 在这个莲花里面有很多人问了 无量观景上讲的下评下生 要十二级花才开 花开见佛无生了 这才见到阿弥陀佛了 那十二级在花里头怎么办呢 诸位要知道 在花里面也见阿弥陀佛 见阿弥陀佛的硬化身呢 也见到文术普贤的观音实质 见到祝佛菩萨的硬化身 也见到祝上善人 确实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 是司徒一生一切身啊 三经祸起来看 这个事情我们就明了了 就没有疑惑了 花开见佛是见阿弥陀佛的报身 不是金金化身 花一开呢 那就是十报状元土 长吉光金土 可见得花没有开的那个时候啊 那叫凡圣同居图方便丢居图 花开是十报图 那么没有开的时候 这个佛与诸上善人都见到 这个就是品列的意思 而且花没有开的时候 而且花没有开的时候 这个是不可思议 这是净化了 所以不离开佛 那么第二呢 就是常文法 文法不间断 三经都给我们说 西方世界六成说法 不但佛说法 菩萨说法 住上善人说法 鸟说法 树也说法 迈至于风吹 这是卢王都说法 六成说法 所以你不会迷惑 不会退传 不行 这个世界文法很不容易 人生难得佛法难问 第三呢 净土 住上善人 聚会 一处 你所接触的人 都是帮助你 提醒你 没有障碍你的 我们这个世界 障碍我们的人太多了 那就难了 净土没有母宿 这个世界群没扰乱 这就是难了 那么第五 净土 净土是无量寿 净土是无量寿 这个世界是六道轮回 难以的差别 可想而知啊 净土 远阵三不退 那当然容易 而这个世界是在讲 进得少 退得多 你要不能往生 纵然这一世 精进不歇 死了以后 来生再的人生 继续再努力 可是这一转世 前世的功夫 往往的干干净净 这一投胎来之后 什么都要从头来起 虽然 二来也是种子力量强 学得比较快一点 依旧是从头来起的 那么总不能出生 就开始学不可能的 总得要到个十几岁 二十岁 那么换句话说 一耽误 就耽误十几二十年 就中断了 所以这个非常困难的一桩事情 真的是 退得多 进得少 净土 决定是一身臣服 他说明成 我们这个世间臣服 要三大二三七七 要五两斤 这两个世间不能比 这个末后讲 为这个 这个 着实众生呢 说建法 还容易 大家容易接受 说顿法了 很多人不相信 不能接受啊 为坐视众生 说与顿法有义 这是难上之难 那么什么是与顿法呢 其他的顿法呢 禅是其他的顿法 真的比较容易 接受禅的人呢 躲啊 接受 接受 净土的人呢 就少了 这个确实 是对 学佛人 当头 为坐视众生 说净土 恒嘲 顿修 顿正 妙观 以自卑 这一句 所说的呢 就是 实相念佛 跟观想念佛 实相念佛 接近禅 观想念佛 像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的 十六万 那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因为那个修行 修观呢 真的是很辛苦啊 要下功夫 设此五级居老修正 但持名号 金灯不退 奇特圣妙 超出思议 第一方便 更为难中之难 讲实相念佛 讲观想念佛 还有个道理 观还真不容易 比较还能让人接受 这个发本子们 这个发本子们 不必那么辛苦 只要幸运持名 你就能够正的三不退 实实在在说 相信这个发本 真不容易啊 你们诸位同修在做 不觉得 怎么不容易啊 我们不对性了吗 如果你能进去观察一下 去打听一下 你看看这个学佛的人有多少 有几个人相信念佛的 这一观察了 一统计 我这才真的明白了 相信这个发本的少 学其他的发本人懂 这个发本的确是少中之少 所以这个是奇特生妙 奇是稀奇 这个特使特别 殊胜 奇妙 这个发本啊 超出思议 超出思议就是不可思议 我们简直没有办法 去想 也没有办法去讨论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祝佛的经济 连等着菩萨 都没有办法思议 我们谈什么话 这是第一方便 佛度众生 所有业切发门 都叫做方便发门 那么这是无量方便 发门里头 这是第一方便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因为这个发门是 能教凡夫 立刻成夫 他不是第一方便 那谁是第一方便 所以为众生说这个发门 那叫难中之难 我常常赞叹 众位同修 你们的善根 福德 音乐 都比我好 为什么呢 你们这一学佛了 居然就信了这个发门 这个很稀奇啊 我学佛了 差不多将近四十年才相信啊 你说难不难 最初解除到 这个我初学佛的时候 朱金昼老居思 神殿佛人 他对我非常之好 我那个时候 二十六岁 他老人家七十岁 很照顾我 我对念佛法门 不能接受 朱老居思介绍我到台中 亲近李炳南老居思 李老居思 是应光大师的学生 专修进度的 我到台中去 是不是修进度的 不是的 去干什么呢 听说他讲经讲得很好 去学讲经的 老师把这个发门介绍给我 我当然不能反对 但是不能接受 甚至于逼着老师 说出这么一句话出来 自古以来 多少这些高僧大德 多少有名有学问的在家居士 都修这个发门 这些人都上当了 我们这一生上一次当也无所谓吧 李老师这样劝我 我还是不肯上当 是吧 是吧 你就晓得这个多难啊 我今天都这个难中之难 我有感受啊 我感受很深吧 我怎么样是相信的呢 我在讲习当中也跟诸位说过多少次啊 我是从华严经里都相信的 民国六十年 我在台北讲华严经 讲华严经就不能不深入去研究啊 我讲了十七年 我讲了十七年了 到最后就才看出来 文书铺行 这是华藏世界的后补佛 这不是普通人啊 他们求生极乐世界 这是我怎么都想不到的 那么极乐世界一定有可取之处 否则的话 华藏世界的等教菩萨后补佛 有什么道理 要求生净土 这是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 繁省的应用 然后我就密切去注意 善才通子 他修的是什么法本 这个一仔细去一看呢 原来他老人家修的念佛法本 我这才领悟到了 善才是文书的得意门生 这个得意门生老师一定传 真传了 文书菩萨 法愿求生净土 那么他传个善才的 笔定是这个法本 那还能传别的吗 传别的怎么说是他的得意的传法弟子 一定传给他是念佛求生净土的法本 然后看他出去参选 然后看他出去参选 果然相应 出去参选 第一个善之时 得云比丘 教他念佛法本 这第一个老师非常重要 我们中国人常讲 先入为主啊 他第一个就是念佛法本 那么到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普贤菩萨 你看善才 善才的老师文书 最后一位善知识人 普贤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道会极乐 这善才一生圆满成福 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我是这一个姻缘 才认识净土 才了解这个法本 回过头来才留意 净土三经 原来对这个三经 看不起 没有看在眼里 这才真正的 告明本 这就是善跟福德 不够啊 摆在面前 不适合我 当面错过 所以我自己也很庆幸 很幸运 过了三四十年呢 还能把他找回来 还认识他了 这个很不容易 有很多人一生都错过 真点不容易 所以我非常感激 《华严经》 不是《华严》呢 我没有办法入净土 所以 读到这个隋唐大德 他们说的这个是 《华严发华》了 也不过是 也不过是 无量受尽的 引导而已 我读了这一句话了 比一般人感受 要生得多 我很赞成 很同意 因为他说的呢 就是我走的路 我是华严发华 把我引到净土来的 真是难中之难 所以学教的这些法子 能够归到净土 在历代上不同 实在是相当不容易 那么也正因为如此 故释放祝福 无不推过释迦 偏为勇猛也 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法门 成就无上菩提 又用这个法门 帮助根属的众生 这个根属众生 说得非常之好 这是欧耶大师 在本经经题上所说的 解释经题 佛、朔、阿弥陀经 解释这个术字 成佛的根属也成熟了 所以它不是对别人讲的 是对成佛的人讲的 叫根属的 那么你能够相信 能够发愈 这就证明 你这一生当中 成佛的机会成熟了 你不能相信 不能接受 换句话说 你这一生成佛的机会 也很没到 所以这个是一生成佛的大局 下面呢 给我们解释五诛 五诛 五是五种 这就是今天话所说的 污染 这是污染 不清净的 那么一共分为五大类 第一个呢 接触 接触 接触是讲时间 就是时代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说实在话了 这个污染啊 使一般人都能够觉察得到 不但觉察到 是深深的感觉到 今天这个生态的污染 甚至讲整个地球的污染 这个污染环境要不能再改善的话 现在阔修家已提出警告了 恐怕五十年之后啊 这个地球上不适合人类生存 三千年前 释迦牟尼佛就提出 这个事情已经开始在污染了 做法聚会之时 借助中非待业横处之行 彼不能动 这个借助了 时间 哪里和污染呢 是在这个时代里头 有许许多多的污染 我们称为这个时代的污染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 确实 如果不是待业 昏超啊 你要想出三界了生死 的确不容易啊 那么究竟哪些 污染造成这个时代的不幸呢 底下这个四处 第一个是建筑 建设间接 所以今天呢 环境污染 大家都知道 也想出许许多多的方法 来改善 来改善 现在几乎 差不多 开发中的国家 即使是地方政府 也意识到 这个环境保护的重要 讲求环境 讲求环境保护 那么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我们根据佛法的理论 事实来观察 效果不会很大 道理在哪里呢 佛在一切经论的场所 易报随着正报转啊 易报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啊 环境的污染从哪里来的 从正报生出来的 正报是人心啊 心静则土静啊 心是正报 土是易报啊 心清静了 环境自然就清静了 那么我们想想 现在这个社会 现在这个社会 人心的污染 思想的污染 这个太严重了 这个太严重了 如果不能在这上 要将求保护 净化人心 单单从外面环境上去做 不会受到效果 这个治病一样啊 今天要本末坚固 本是心地的污染 末才是外面环境的污染 所以治这个病治 这是治标不治本 决定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将求治本 也就是净化人心 佛法确实是很好的方法 佛法里面 特别呢 是念佛这个法门 但是这个法门呢 真的是 男性之法 我们都 硬光大肆地 语录 他老人家 晚年呢 曾经在上海 主持一次 互过习载法会 这个法会 一共是七天 最后一天呢 传授三规五间 当时 有弟子 把他老人家所讲的 都记录下来 映尘小车子 流通横广 我们读到之后 你看他老人家 开宗明义 就告诉我们 用什么方法护国 用什么方法 细灾呢 念阿弥陀佛 他老人家提倡的 借杀 吃素 念佛 这个 不但可以细灾 同时也能护国 我们今天这样讲 谁相信 男性之法 但是 他真的有效 而且这个效果 非常显著 第一个是 念佛 净化人性 借啥吃素 断我修善了 急功累得了 所以效果马上就见到 可惜一般人不相信 认为这是迷信 认为这是宗教 这就糟了 这众生的供业 那都要糟难了 所以这个建筑就是 你间接上错无了 这么好的 一个方法 能够净化人心 净化世界 他不知道 这个把这个错误的间接 归纳成五大类 历史啊 是比喻 这个史 在古时候啊 就是衙门里面当差的 这个官府派他去抓人的 他去制刑的 那么有一点像现在的刑警队 就是刑警队 很厉害 很厉害 很猛利 那么就是这五个 五个这个刑警队 五个这个是牙医 跟着你 那你就麻烦就来了 好人决定不会有这种跟着 至少的时候 至少的时候 有这些人跟到的时候 还没有拿到你 你已经是严重的刑犯了 他跟到你啊 他不放你啊 这是比喻 有的这个比喻 那么这五种呢 第一个叫神经 第二个是边经 第三个见曲经 第四个见曲经 第五个是邪经 这五种 那么这五个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身呢 就是身体 一切凡夫 都把这个身体 执着是我 这是个错误的见解 身 不是我 那身不是我 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说身不是我 人家说这个人头脑一定有问题 身不是我是什么 我 父说身不是我 身是我所有的 就好像那衣服一样 这衣服是我所有的 他不是我 身是我所有的 这就对了 这个看法就正确了 我所有的可以舍弃啊 我的衣服不要换一件很容易啊 身体也是如此 学生受身 就跟脱衣服换衣服一样 你在这个上见解正确了 这个生死就没有痛苦了 生死是什么呢 换个身体而已嘛 我又没有死 我没有死 只换身体而已嘛 就好像衣服脏了 脱掉换一个新衣服 就那么样自在 一切众生 因为执着身生活 那个生死才有大苦啊 那苦难从这来的 这是他看错了啊 误会了啊 所以产生这么大的痛苦 那么一切为这个加深 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不值得了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错误的间接 第二个是边界 这个边界呢 就是执着两边 用现代的话来讲呢 就是相对的 科学家呢 这发明相对论呢 我们世间人认为了不起 这个相对的在佛法叫边界 说的不好听的就是偏见 是错误的间接 不是正确的间接 看错了 比如 学佛的人 乃至于不学佛的人 执着断肠 两种间接 执着常见的人 人死了没关系 莱森还是人生了 二十年之后 又是一条好汉 这叫常见 狗死了还是狗 另外一种呢 叫断肩 人死如灯灭 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谁知道 这叫断灭肩 不晓得 它还有轮回也 那么这是 像这样的时候 两边常断 这种间接是错误的间接 没有把四十真相真正的搞清楚 这个见取跟戒取呢 我们中国人讲的成见 一个是阴上的 一个是果上的 明天差不多 可以能够把它介绍完 这是阴上成见跟果上成见 我们平常也都讲的很多 邪见呢 凡是不属于上面 这四种 所有一切错误的间接 都归在邪见上 这些错误的间接 蒙蔽了我们的智慧 蒙蔽了真心 所以叫诛 不属于污染 心地上的污染 建筑中 非不加方便之心 必不能读 在错误的间接里面 一定要有第一方便 我们才有办法成就啊 不是第一方便呢 就很难成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见解错的太多了 好 今天就讲到此地 我们先忘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